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转车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07 在教完大家兑现期前的一些细节之后 今天我们来讲讲卢西安应该怎么在游戏中期打出自己的节奏 顺风怎么快速发育结束比赛 逆风时该如何处理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顺风卢西安该如何去玩 第一点,当你推完 当你推完下楼一塔的时候,要去拿小龙 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吃对面一个石头人 记住,小龙拿完再转转 就是比如说下路是土龙,火龙,水龙 这些龙的话都可以推完塔 先再推波线,拿完小龙再去上路扩大优势 如果你推完下路的话,直接去上路的话 你的下路可能会被敌方推掉 以及敌方会拿掉小龙 你们就是在换线的时候 先把地图上的经济拿掉 我就给你们讲解一下好吧,给你们看一下 就你在一般,比如说 我们这里,我们下路一塔刚拆完 我们拿掉,拿的 拿掉对面的经济优势 然后我们再过来做视野 然后拿这条小龙就可以了 就你在推完下路的时候 不要着急的去换线,知道吗 找机会拿小龙 像火龙都比较重要的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把这条火龙打完 我的攻击力会加多少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说会加的很高很高的 大概加10点攻击力左右 当然了,后期会更高 因为前期我们只有一把破半 加了11点攻击力 大家可以看见吗 这加成是比较高的 而且在后期啊 你装备累积的越多 加成越高啊 所以你在推完下路的时候啊 不要着急的换线 多拿地图上的资源 比如说对面的蓝buff 以及河蟹 还有小龙 很多人玩卢西安 就是下路打出优势了 但是他不会去带节奏 就是这一点 很重要 第二点呢 就是卢西安属于前期的地 在外面有优势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扩大优势 也不是想着发育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人玩卢西安 就是喜欢发育 比如说下路塔推完了 可能他就习惯的去发育 这样是不可取的 因为敌方 ad像卡杀呀 老鼠啊 大嘴 他们你跟他和平发育 是比较亏的 当第三点 当敌方就两到三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一直接先走 w破败 可以有很快的移速 让敌方反应不过来 击杀敌方 然后推打完了 就是 属于我们卢西安 找机会啊 一般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吧 就你看啊 我们刚刚下路资源拿完了 对吧 我们去转线了 然后就其他路 带带资源 带节奏 拉资源 以及推他 你看我们下路啊 兵线很多 是因为刚刚我们推完了 然后才转线呢 但是我们没有拿风龙 因为我觉得吧 我们阵容 要风龙 作用不大 然后第二点就是 浪费时间 而且刚刚状态也不好 我们就回家了 但是你们可以知道 我们第一时间转线 是怎么转的呢 就是你尽量去 比如说对面上路是 石头人这种的 你们就尽量的不要去了 如果对面中单是 牙索 上路是石头人 你们转线的话 尽量去转到中路 转 你们换线的时候 尽量换 对你威胁比较小的 比如说 比如说牙索和石头人 两个相比 你们觉得哪个威胁 对你们大呢 肯定是牙索威胁 对你们小 对吧 石头人可能配合打野 放大的时候 威胁比较大 这个我们要多多注意一下 转线的时候 尽量避开 敌方比较肥的那个点 因为我们ad 即使你发育的再好 他前期也比较脆的 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 还有第四点 在转线的时候 要记住 我刚给你们讲的 如果中路是结牙索 转转 我们可以转 转到中路 进行推打 因为让中路去下路发育 性价比更高 而且控制河线和小龙 在前期 这前期我们知道 像下路和中路换线的时候 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控制 河线和小龙 如果在前期你去上路 你家石头人 比如说你家上单 就说上单去下路 对吧 这时候你们是不好控制 小龙和河线的 首先你双人路去上路了 对吧 你只能控制峡谷前锋 但是一般你要在中路的话 你就可以控制 峡谷前锋以及小龙 所以我建议很多时候 敌方中路手转的话 我们转线尽量转到中路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就比如说你在下路 塔没推掉 对吧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 好吧 就你们在下路塔没推掉 以及 但是你们一直可以推线 你们知道吧 就是你们下路一直把对面压在塔下 但是你家队友节奏有点乱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这里 就转线也是第四点 但是我们这里不是转线 就是比如说我们下路塔一直没推掉 然后你又杀不死敌方 这时候我们应该去找机会去干他 打野或者是中路 我给你们看一下好吧 比如说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家队友点头强了 我三杠五 是被抓的 但是我们要你们要知道 我们要多去找 你看下路塔也没推掉 我们塔都在 这时候我就直接来中路 配合队友找机会 这样可以更好地打开局势 知道吗 当然了我这里手有点劲 吃了波兵 你看这波 你看我们找到机会 直接推到中路一塔 在前期啊 你们要知道中路一塔是比较重要的 比下路一塔要重要啊 比一血塔还重要 比如说就假如啊 敌方推下路 推的是一血塔 你们推中路不是一血塔 但你们要知道中路这个塔是比较重要的 争夺视野啊 很重要 你看我们这波节奏带了起来 下路而敌方也丁了 却在下路发育 对吧 很拖节奏的 你看我们这时候 直接中路二塔都推了 你想一下下波我们节奏就起飞了 但是你看一下对面 ad还在发育呢 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卢先跟其他ad不一样啊 卢先有一件装备就可以带节奏了 破败啊就可以了 但别的ad你说霞 他一个难切 或者卡杀一个难切 他的战斗力是比较弱的 但卢先不一样 他有w技能和e技能的风筝能力 以及爆发能力 还有破败的 就是拉扯能力 破败那个减速啊 有很好的风筝能力啊 所以卢先很容易带节奏的 这里面要多多记住 就比如说你下落打不出优势啊 一直推线被抓 你就可以找机会去抓别人 就是比如说敌方打野 你可以去配合打野去看看 敌方打野 然后中路压线 然后我们用一技能先手 直接破败减速敌方中路 再减速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一直在下路压线 等着被敌方干啃 第二点 我们顺风的时候尽量去对面野区找机会啊 卢先在野区打架能力也是很强的 可以适当的抓下打野 或者是对面经济 我跟你们讲过了 对吧 晚安 卢先不要想着一直发育 要学会找机会 一般找机会呢 就要多逛敌方野区 因为敌方可能会再发育 以及你多吃敌方野区支援的话 待会敌方打野 以及他们的线上人就没有支援词了 他们就会很容易犯错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吃支援的话 尽量先吃对面的支援 还有第六点 在外塔都打完的时候 如果没机会 我们就等龙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如先正常情况下 强势期是15分钟到30分钟 事件套的如先也是很强的 我们只要拿到小龙支援 就吃对面野区支援 就很好的 就可以很好的压制敌方了 当大龙刷的时候 我们要做视野 开始控龙大团 找到机会 直接带走敌方 一般打的比较稳一点的话 敌方肯定会不给机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好每一条小龙 以及20分钟大龙视野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20分钟装备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20分钟的大龙 它也是比较脆的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 这个一定要多多去找机会 你看我们有小龙的时候啊 尽量去带节奏 我们比如说对面死完了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 这里我家队友在推的 非要推这个了 其实也是可以推的 但是你我个人建议 对吧 时间也快到了 这个塔也不容易推 我们就应该打队友不来的话 我们就来打小龙 知道吗 打峡谷先锋以及小龙 但是小龙还没刷 他们不打不打就算了 不打你们要记住一点 我们你们要根据这个地图上的资源来带节奏 知道吗 不是乱带节奏 比如说上路大龙小龙都没有 比如说不对 说错了 比如说上路霞古先锋已经被敌人拿掉了 以及野怪都被吃掉了 这时候你去上路带节奏 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看比如说这波 对吧 有个火龙 这时候他们是逆风不敢出来的 这时候只要我们过去 这时候控好视野对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小龙了 等我们的刀妹过来就可以 你看 你们可以记住啊 小龙的视野都是我们的 而且我们是优势知道吧 这种情况下打团或者是打架 就小规模的打架 以及5为5的打团 我们是有优势的 而且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五个人都有大招 待会我家辅助也有大招了 所以这种团战你们要知道 基本上是输不了的 除非你家队友都在后面欧逼啊 不然是输不了的 你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是优势 以及视野比敌方好 所以你们下次在打团之前啊 也要这样去做 还有在敌方少人的时候啊 我们要学会去开团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你要让你家队友去开团 我们也是可以开团的 比如这里对吧 让敌方人少 我家直接一个人牵手 有破败的 待会我按破败 他还是比较高的 以及留人比较厉害 你看 基本上是走不掉的 我这连人的你 你看我 你们可以看见吧 我的颅线是冲在最前面的 并不是说要躲在后面 就不要怕当敌方开团 比较少的时候 就像 没有那种石头人啊 黄子那种开团 我们其实 有优势的时候啊 可以自己去带节奏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靠队友啊 靠我家 靠我家清杠瘾 有的时候清杠瘾 如果不会玩的 对吧 所以就你要自己去多找机会 如先的 就 操作空间蛮大的 这个英雄 只要你们多去找机会 肯定是可以秀起来的 以及把敌方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如先的强势期比较久 因为这个版本吧 杜城有那个杜城的原因 我们尽量去玩一些线上比较强势的 就是因为如先啊 所以我们可以加快自己的强势期到来 只要能 就是推掉敌方的杜城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加快我们强势期的到来 还有你看我给你们讲过的 对吧 去野区多找机会 遇见落单的就可以秒掉 卢千安 他跟刺客差不多了 他的爆发跟刺客差不多 不是说他跟刺客差不多 这波我一个人杀掉了两个人 大家可以看见吧 你看我对伤害理解还是蛮厉害的 对吧 我知道他杀不错 我就没有开治疗 就因为我之前玩多了 每次在死掉的时候 或者被敌方刺客秒掉的时候 我就会看一下敌方的伤害来源在哪里 当你注意到这一点的话 你慢慢的也会了解敌方伤害大概有多少 所以就时候你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可以省一些技能 比如说我这波省个治疗 下波打算的时候 可能就会赚一点 你们在有优势的时候 配合辅助 比如你这台跟布隆 两个人有优势 去敌方野区逛一下 遇见一个落端的 你们可以瞬间就可以秒掉了 还有你们说带节奏失误 我也跟你们讲一下好吧 就比如说这波 我带节奏也带失误了 给你们看一下好吧 这不是说所有人 他每次的做法都是对的 但是你知道你这波错了 你下次不要犯就行 像我这波就有一点问题 你们可以看一下好吧 这是我 我也是弯路线想去带节奏的 就在中路这一波好吧 我一直点信号让队友来打团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五杠一 优势很大 没人能可以杀我 而且我现在很强 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啊操作很疏 就犯了很多错误 像你五杠一 我跟你们讲 这个版本的你五杠一千万不要死 知道吗 如果你这五杠一死了 像一般亏了 你看多少钱 你们可以看见吗 七百五看见没 我死了或者就死了七百五 这时候呢 我不应该去带节奏的 知道吗 我应该等我家队友来 但是我没有等 我太着急了 就会导致我这波死了 大家下次就在带节奏的时候啊 尽量的去等一下敌方 就是等一下你家的队友 还不要一个人上头 就比如说我这波 对吧 我我点信号让队友来 但是我家队友都不在 我就一个人跑上去推他 导致我这波死了 送了八百块钱啊 在这个版本 你送了八百块钱 就得给敌方C位的话 很容易被翻盘了 所以一定要稳住 像我家这个还没过来 这个也没过来 我就一个人很激进的在前面 然后操作也有很大的失误 就导致我这波送了八百块钱 但还好没送给卡啥 如果送给卡啥的话 待会就不好打了 如果我们这波队友来呢 对面是不可能杀我的 知道吗 因为我家上单有大 我家中单有大 直接可以把敌方的突进秒掉 这波二换二 送了两个大人头 是比较亏的 所以你们下次就不要去这样做 正常的你顺风呢 就是这样玩的 然后我们讲一下利风好吧 比如说下落优势 首先卢西安是前击很强很强的英雄 这我们知道 如果对面下落打不你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想着carry 我们这时候要去想 如何少吃资源多打输出 不要老想着自己去发育啊 吃队友的资源 比如说你家队友优势 但是你这个卢西安 你已经崩了 你就不要想着去吃多少资源了 尽量的先用手上的资源去打输出就行了 第二如果你压制力很强 是被针对的 这种阵容 就是敌方阵容啊 你觉得自己可以carry 你就可以多吃资源 比如敌方是那种菜刀队啊 中单蓝刀这种上单 上单瑞文这种啊 你如先出黑出完黑切火炮无尽 这种装备的时候 你打他们也是很痛的 而且风筝能力比较强 你觉得自己可以carry 你就可以跟队友说红buff给我 蓝buff给我 然后证明给给他们看好吧 你觉得你可以carry 如果你觉得你carry不了的话 你就不要吃这些资源了 因为在浪费 像卢西安在你要不出西弹刀啊 在打团的时候还是比较缺蓝的 而且出破败 黑切火炮无尽 这些装备cd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需要一个蓝buff其实 要我们讲一下逆风啊 第一中单逆风 如果中单是逆风 我们这时候就要让他去发育 然后我们配合上野去 上野去打架带节奏 而不是去小龙打架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中单 比如说是个雅索之类的 0-2啊 他打架基本上是没有战斗力 我们尽量让他去发育 去下路发育 我们尽量的去打峡谷先锋团 打3v3 4v4的团 而不要让上中单过去 知道吧 这样就可以让敌方的优点 就避开敌方中路 比如说敌方中路是个懒刀 我们把它拖住 然后打一个4v4的团 让中路去下路牵制敌方 就比如说我家 你对线也是逆风啊 你这时候要去多少机会 就比如说这里嘛 我这盘也是崩了 对吧 然后去中路找机会的 这属于逆风啊 这波我一开始点信号 但是我家队友来的比较慢 但是这波还是机会找的很好啊 我们所有的逆风都打回来 你们看我的补刀 16分钟88招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死了5次了 被抓了5次就比较崩 但是我们这波就带完节奏 是比较赚的 知道吗 基本上所有的列子都打回来了 我们再推一个 中路二塔 你们可以看一下对吧 而且你们可以看一下 敌方 敌方AD在发育啊 像你们逆风就要多找机会去带节奏 卢先安带节奏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别的英雄就做不到 像比如说你让个侠来 让个小炮 EZ来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没有留任能力 以及风筝能力 所以在你下路 一般烈士比较大 或者是队友烈士比较大 而且你下路就一直推荐 但是敌方像选个EZ啊 还有轮子妈这种 你根本没有机会杀的时候啊 你们就尽量去找机会 带一下节奏吧 把兵器推入敌方塔下 去配合打野干坑 或者配合中单 找机会啊 而不是说一直在下路发育啊 你看我们这波 从下路就回家之后 直接来中路 推完中路 一塔以及中路二塔 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优质啊 就拿回来了 别看我们人头比 现在是16比19 但是我们是优势啊 你们可以记住 因为我这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波把萃取打完 像 等一下 像16分钟 我就有个小木锤 还是比较肥的 而且我出的是护甲权 对面是拆刀队 像我这盘就可以 跟队友说多次支援 我可以carry他们 但我现在是3-5 所以要证明给队友看 可能这时候队友也不相信你呢 carry 然后我就直接跟队友说 来团对吧 就就快速集合打团 敌方有的时候是反应不过来的 在逆风的时候 就打敌方一个措手不及 知道吧 就刚刚我们讲的 比较劣势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的去 少吃资源 多打出处 还有去放弃下路 去带节奏 当然了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带节奏啊 送了一波对吧 比如说你刚刚去中路 刚好被敌方打也反蹲到了 找机会这种情况 不然的话像卢西安 你比如说你16分钟 17分钟 才一把破败的话 你这种节奏是很难带起来的 也是很难赢的 像卢西安 德莱文 你们应该有一些感受吧 卢西安和德莱文 这两类英雄 他们前击崩了 基本上在中后期啊 是没什么作为的 而不像卡莎 还有EZ啊 老鼠 这些英雄 可以偷偷的发育起来 但是卢西安是很难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 中单利封 还打野利封啊 第二 打野如果利封 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子打了 我们首先要确定敌方打野 和对面中单 是否团战可以表调你 如果可以 我们就不要打转 尽量的避开他们 去击杀敌方下路 找机会 一少打多 就我跟你们讲过的 敌方中野是优势 这时候我们不要去想着换线 你首先你们下路是优势 对吧 可能把下路塔推掉了 这时候我们就在下路塔下 慢慢的控线 或者如果你实在的 把兵舰推过去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配合打野 去野区找机会 而不是去现场找机会 一般来说敌方中路优势啊 不管你随便说一个英雄吧 敌方那个中单 肯定爆发比较高 对吧 任何一个中单 他有优势都是可以瞄理的 不管任何哪一个中单 你们随便举个例子 或者是推线快 爆发高 就是这两类啊 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去现场 我们去野区 找机会 以及在下路 把对面下路就不换线 让下路继续和我们对线 然后配合打野继续扩大优势 这个时候 然后再 呃 在一般我们打完团的 就尽量去拿下路线 你看我们那么多线 首先你们要先把兵线处理好 再去带节奏啊 这盘是应该算顺风 就你们在打的时候啊 比如说 现在都在发育对吧 我们新 也不是说一直在发育我们这个 我们是把兵线推过去啊 然后去配合队友打峡谷先锋 但我家 本来我以为他打掉了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就来打红buff的 但是 这个 峡谷先锋回血了 我们打完下午先锋 像我们这个阵容 你们要知道 打反手先锋 都是比较强的 你们这时候打完下午先锋 就回复一波状态啊 直接回家 就直接回家找机会 直接松路抱团 就是快速 快速五人集合 但对面反应不够来 比如说 你家是五个人 快速打团 敌方松路可能就两个人 就你们有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去组织一波 你可以跟队友沟通一下 打字沟通一下 说快速来团 我们现在团战优势比较大 而且有 就是突进 以及先锋英雄啊 就可以这样去做 打对方 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啊 现在 你们 像萃取的话 我不介意你们抽萃取 因为 萃取太戳节奏了 而且价格比较贵 这个版本 我们线上要打的比较强势一些 拿杜层 像杜层就可以弥补 在 可以更加 就更快的增加我们的装备更新啊 像比如说 卢仙有的时候 12分钟才能出完破败 就没有人头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拿了 三层 两层 杜层 可能11分钟 10分钟就能把破败出来了 如果你出萃取的话 会更加拖自己的节奏的 第三 就上单逆风啊 我们 一般上单逆风的话 这是很好做的 我们推完下路 吃完小龙 再去上 只要跟上路换线就行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敌方上单是什么英雄 记住要吃完小龙 然后叫自己的打野和中单过来 找机会反蹲 一定要吃完小龙 知道吗 吃完下路的任何资源 再去上路换线 因为上路和下路比较远 知道吧 很远很远 然后你比如说你去上路了 下路再打小龙 然后对面团起来了 这时候你赶过去会比较慢 你是没有TP的 就比如说这里对吧 上路也是优势 我们就推完下路 拿任何的经济 这种 你们应该懂吧 就是比如说下路塔推完了 我们不要去换线带节奏 就先把下路的资源拿完 比如说一个河线 以及对面的蛤蟆 还有南报 但是南报没有刷 我们这时候控小龙就可以了 像火龙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在中期大概有3000块钱的左右 价值 不信你们可以看一下好吧 像你看这条小龙 给我加了十几点攻击力 像十几点攻击力 大概要两把长剑 对吧 而且你装备越好 你加成越高的 我们并没有去换线 我家打野在上路带节奏 而且这时候上路 我们也看见瞎子 对吧 瞎子已经被我们队友杀了 就你们在推完下路的时候 尽量的不要让下路塔被敌方碰到 知道吗 因为现在14分钟之前啊 都是有一个渡成的 如果比如说 11分钟的时候 10分钟的时候 你们推到这里回家了 对吧 然后你就立刻去上路 你家 你们要知道 你们家上单可能还在现场 这时候你让他回家 再去下路 你家下路塔 可能会被敌方推掉一半左右 可能会推到三个到四个渡成 这时候你们的优势就没有了 就让敌方 就你们就会很难受 你家下路就很难受 知道吗 就比如说石头人 这时候去下 对吧 这时候我们把这波线推完 然后石头人过来 刚好跟他换线 这时候应该这样去换 还不是把兵线放在这里 去换线 比如说你把兵线放在这里 回家了 你去上路 对吧 但你家石头人刚好回城 再来下路 这时候敌方下路 双人组没有换线 敌方上单 只要抗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敌方下路 双人组就可以推你家的防御塔 拿渡成 这样就会很容易把经济缩短 我们要去尽量的去扩大优势 所以要把兵舰处理到这个位置 再去换线 如果敌方不换线的话 我们 那更好就比如说 敌方下路不换钱对吧 因为我们是属于优势 你们要记住 我们是优势 我们是优势的话 我们推上路一塔肯定是更快的 对吧 我们推完上路一塔 直接拿峡谷先锋 然后选择回家 直接去中路 逼团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 比如说对面下路双人组 没有来上路 这时候我们把下路一塔让给对面 因为我们肯定先到上路了 把上路塔推完之后 然后再去拿峡谷先锋 然后回家出装备 去中路 再直接抱团 推渡成 就比如说 你在13分钟 12分钟的时候 你家上路下路塔都推掉了 敌方中路塔还在的话 我们这样用峡谷先锋去打 这样呢 可以快速的把渡成打出来 以及可以快速 就是你们要知道 现在一塔不好推了 在14分钟之间 但是我们的经济优质会扩大 因为有渡成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峡谷先锋 推中路 不要节约这个峡谷先锋 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说 推一塔干嘛 把峡谷先锋省着 对吧 但是不要这样想 在中路一塔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你们要拿对面红buff 以及蓝buff 都要去中路一塔路过的 有的时候 这个视野比较重要 然后呢 大概的卢先打团 就只有这些吧 顺风和逆风 一般就这样去玩 然后呢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卢先这个英雄啊 在中期不要一直刷刀 作用是不大的 以及我们要尽量的带队友去支支援 还有切记逆风不要想着发育 就比如说 嗯 你们 在中期两边都在和平发育 对吧 但是一有小龙大龙刷出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第一时间配合队友 去争夺小龙以及大龙的事业 而不是说先发育 你们发育会比较亏的 像你选个卢先安敌方一般的话 都是卡杀或者是侠 以及老鼠这种 还有EZ吧 就是在EZ可能也会有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对面的后期能力都是比你强的 像卡杀这个版本不是很强吗 对吧 一般都是卡杀 老鼠 可能还有维鲁斯之类的 这些后期能力都是比较 都是比卢西安强的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去发育 然后呢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好吧